下一个方法就是用刚刚讲的所谓环形正列 2012的环形正列,它正列跟2010以前的版本差别比较大 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正列这个地方,如果你习惯用旧版的 那你在用新版的,你会觉得不太一样,不过观念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多了一些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个,我们画的方法前面都一样,第一个画圆,我想画圆应该没问题 已经画很多次了,那一样重复画圆,你可以在这个中心点,把四分点画到中心点 然后再修剪,我想修剪应该也OK了,修剪空白片 反正这个应该已经做太多次了,反正你就把它当基本公式了 以后就会画得很勤于流水,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以后画圆就会画得很愉快 想要画什么就可以画什么,那当然要一点时间 我想应该不会很久了,因为我看有个同学大概一个学习练下来 看他该画的都会了,基本图都没问题了 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要做旋转,刚刚是用旋转 那我们现在改用这个所谓环形阵列,记得按住之后的话,找到第三个环形阵列 那环形阵列点下去,他底下会问我们问题 他问你说,请你选取物件,那你要做环形,做那个阵列的就是这个 所以选他之后,一样告诉他,我找到了,按空白键 表示我已经选到了的意思,选到按空白键 像刚才旋转一下,选他之后按空白键 表示说,我选了,然后告诉Kate说,我选到他了,OK 他会给你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你正列因为环形嘛,所以他告诉我你的中心点 或者是基准点旋转转,那如果说你没有,你就直接点中心点 那中心点就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心点,点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他问你说,那你要旋转几次,你有几个项目 几个项目就是说,你要产生,其实就复制几个就对了 复制几个,我们就复制六个,所以你就输入六个就好了 六Enter,六个,特别是要,这个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他直接输入在上面会有问题 好像要输入在下面才会正确 所以这个好像,这个阵列有一点点问题 一般我们就直接输入就好了 可是他这个项目好像要在下面输入,暗连着才不会有错误 这个阵列,我不晓得是2012的一个bug 你输入在上面不行,要输入在下面,六个 接下来他问你说,不满角度 所以不满角度说,你是一个全部不满的话 那就是几度呢? 360 所以预设就是360,如果你不打的话,按Enter 就是360,或者你打一下360 告诉他说,你帮我整个,每60度一个 有六个,每60度一个,总共帮我绕360度 那当然有算时针逆时针的方向 那如果说你不要360,你也可以180 可是180不满之后的话,就会是半圆而已 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而且他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360之后的话,按Enter 就做出来了 OK 那你想说,新版跟旧版有什么差别? 就是,其实旧版的话,2010以前的版本 画完之后,这个阵列就不能再动了 可是2012的话,它有一个贴心的功能 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上方 它都会有一些图示 也就是你做完之后,你想要改变心意的话 这些图示都有用的 也就是你做完之后,你还可以调整 比如说我今天想说,嗯,老师 我觉得这样好像半圆太少 我希望怎么样呢? 把这个半圆,现在有六个半圆 我希望做到十二个半圆 一二三四五六 那我希望把它变成十二个半圆 那就是把六条线 六个半圆变成十二个半圆 然后角度变多少? 就是三百六除以十二嘛 那就是项目更改,跟什么呢? 项目变十二,六变十二,对不对? 然后夹角的话变多少? 变六十变三十嘛 对,所以你要更改的话,其实有几个方法 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这边有个menu 这边有个清单,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项目这边点下去 项目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把原来六的话改为十二,Enter一下 它就会怎么样呢? 马上帮你变更,那夹角部分也可以再更改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你就把夹角的那样变为三十度,Enter一下 就可以马上帮你做出你要的一个样子出来 那确定之后没有问题,就把它结束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其实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变更 那除了说刚刚那个地方变更之外 做完之后还可以再改 也就是说这个新版的正列,它可以再编辑 所以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它做出什么?做出六个 然后再试试看,可不可以把它转变为十二个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